她是康熙一生的白月光 是她心头抹不掉的朱砂痣 11岁稳坐后卫的贺舍李氏 凭什么让康熙无法忘怀 二人又是如何成为先婚后爱的最佳典范 今天咱就来说说这事 1665年9月的某一天 12岁的康熙别别妞妞的 掀开了一个女人的红盖头 少男少女四目相对 红竹然的噼里啪啪 二人也修了双颊通红 这个女人便是贺舍李氏 赫舍李氏是怎么上位的呢 赫舍李氏满洲正皇旗人 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 顺志去世前给康熙留下了四位辅政大臣 分别是索尼 苏克萨哈 厄比龙 敖拜 这四个人来自普通的利益集团 可以互相牵制达成一个平衡 顺志想的是挺美 可这几个人实在是不中用 苏克萨哈没几个回合就下线了 厄比龙加入敖拜的阵营 老花头索尼看形势不妙 便静静的折服了起来 一眨眼四年过去了 十二岁的康熙可以亲政 但敖拜选择性眼瞎就是看不见 为了能让康熙亲政 萧张太后便选定索尼的孙女 赫舍李氏为皇后 以此来换得索尼出山 所以说康熙和赫舍李氏 是纯纯的正确之因 康熙一生女人众多 数得上二的就有六十五倍 春风一度的数不胜数 但既功能做到酒肉穿肠库 国足心中留 康熙当然也能做好 妃嫔随便睡 为爱赫舍李 赫舍李氏凭什么能成为 千古一帝的白月光 十一岁的赫舍李氏 为何能稳坐后卫十多年 死后还让康熙对她念念不忘 赫舍李氏是标准的满洲贵女 端庄大气有谋略 但因为年纪上轻 又不是少女的灵动与娇羞 还是个毛肚小子的康熙 很快就被赫舍李氏所吸引 夜夜塑在她的房中 此时康熙还没有亲政 朝堂上熬拜气眼甚高 康熙受了委屈 总是会来找赫舍李氏诉说 赫舍李氏耐心的听康熙讲述 他之后还会和她一点一点的分析 朝堂上的局势 他总是会沿带坚定于信任的 告诉康熙 总有一天会好的 朝政一定会回到她手中 1667年6月索尼年迈病逝 此前被康熙挣来了亲政的机会 康熙终于亲政 但赫舍李氏的鼎梁柱却到了 因此他越发的恋爱赫舍李氏 密里条游的二人 终于在1670年12月 迎来二人的敌掌子 成姑 可惜的是 1672年2月 四岁的成姑 有妖女 赫舍李氏商气欲绝 康熙听闻成姑病逝的消息以后 也吹着眼泪 安排下葬事宜 同年10月 孝庄身体不逝 康熙陪着祖母在汤泉聊集 谁料宫里竟传来皇后赫舍李氏 身体不逝的消息 康熙听闻此事以后 立即飞机回宫探望赫舍李氏 在皇宫里整整陪了一天 直到赫舍李氏病情好转 她才回去陪伴小庄太后 老公如此贴心 赫舍李氏病逾以后 就怀上了二胎 1674年5月初三日四时 生下康熙的第二子 印人 康熙欢欢喜喜的看着胖儿子时 竟传来皇后去世的消息 此时赫舍李氏年仅21岁 康熙悲痛欲绝 挫朝五日 并命令诸王以下文武官员 及公主王妃以下 霸起二品命妇以上 举其齐举爱扶桑 27日 家人已逝 康熙会怎么对待二人的独子呢 孝成人皇后为何有两个嗜好 这背后包含了康熙多少申请 赫舍李氏去世以后 康熙亲自身穿白衣扶桑 还为他拟定了与众不同的嗜好 清朝以往的嗜好中 基本上都是孝子开头 康熙却另辟蹊径 给赫舍李氏定下了仁孝的嗜好 后来的孝成人皇后 则是雍正继位以后 觉得这个嗜好 与康熙嗜好中的人皇帝重复了 才重新拟定为了孝成人 赫舍李氏去世以后 康熙将二人独子印人 报到了前秦公亲自抚养 并在他年满一周岁时 便嫁缝给皇太子 这可是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此之前清朝一直都没有 预先立太子的习惯 康熙特别怀念赫舍李氏 所以愿意为了他 突破清朝祖宗八代的惯例 及早事先阅列了皇太子 之后他更是亲自娇小太子 为君之道 因为赫舍李氏的缘故 印人获得了康熙绝对的偏爱 谁料康熙这个人形难浮 一节更离六节唱 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 印人最终落得个圈禁的下场 康熙晚年时曾亲口说 印人乃皇后所生 朕惜于爱惜 亲家殉依 翻译过来就是 我这么看重印人 一切就因为他有个好妈 假如赫舍李氏没有去世 印人的结局会不会好些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